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了这个排名,大家也表示很欣慰,小青龙在去年就参加了中国游戏哈,小妙去年第一次听她的60S表演的时候,就被圈粉了,那首给大家还记得吗?人活一张脸,术活一张皮,人生是个局,所以下好你的棋,她在去年取得了还算不错的成绩,特别是她主写旋律的歌曲《他爱你夜暴红》, 公司同事手机的凌晨一度都是她的这首歌,《他freestyle》的水平也在去年就得到大家的认可,可能是因为去年淘汰的时间比较早,所以没有被很多人熟知,今年,当得知小青龙要再次来参加比赛,真的是非常期待, 果然,小青龙没有让大家失望,他今年和去年不同,有很大程度上的改变,打扮上也扬起了很多,音乐上也有了更大的进步,特别是在第二轮freestyle中的表现,在微博上也得到网友的风转, 哟,你们两个戴着墨镜,哟,你们两个挺有个性,现场瞬间被点燃,论freestyle就扶小青龙,押韵不用说,他能把说唱完起来,给大家,带来快乐,但是他还是没能走到这一季的最后,一位一赛中,在和刘百姓的合作表演时,他竟然奥辞了,虽然很快他就继续回到了节奏上, 但是还是有了明显的失误,结果被淘汰了,真的太可惜了,当热狗说,我们等你明年再来的时候,他红着眼睛说,可能不会再来了,但是会继续说唱,相信当时很多人也被这一幕感动了,一年的努力,一年的改变, 在这一刻,无法表述出的难过,很多网友表示,给小青龙投票是每日的日常,真的非常希望在总决赛的舞台上看到他,小青龙,我们等你上决赛,希望在决赛的舞台上,看到小青龙的表演